今雖自雕琢万词以字节 无异于赎不信 只取如子儿 我今天再说再多的话 只是自取其如 因为没有人会相信我的 可是我非得写信 给你人少亲不可 明明知道如此 我还是要写信 我知道你可能不理解我 你可能觉得这一切 都是我的顿词 都是我贪生怕死之词 虽然我已经告诉你 真的不是 可是你不一定相信我 既然知道你不会相信我 为什么还要写信给你呢 要知死日 然后是非难定 如果你再不相信我 只有等到太史公也死的那一天 到地下去 那一天是非难定 才能够明白 我们两个世界 到底谁是谁非 我这样讲是真话还是假话 讲到这里 已经全部他的意思都讲完了 书不能进一 他还有很多没有讲的东西 可是已经没有办法写出来了 顾略成顾乐 还没有详成就已经讲这么多了 你就看看太史公的心境 他非要跟将死的朋友 把这些事一一讲清楚不可 他不能让这个人留着私恨 则尝试者魂魄思恨无穷 报仁赵青书古今之明 也是最难懂的一封书信 所以过去有读书人推崇这一篇为 千古第一书信 为什么这封信是千古第一书信 各位同学读过一遍就知道 因为这封书信里面只有八个字 八哪八个字呢 披肝立胆 挖心逃肥 他把自己心中最深的感情 最深的影座 全部交代出来 告诉他的好朋友 任少青 这本书可以说是自自学类 既然是自自学类 他怎么能够不好 怎么能够不动人 前面我告诉过你们 在秦始皇内门课 说历史有三个功用 第一个功用是启发智慧 第二个功用是审时度时 可是历史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用 就是第三个功用 感动人心 人心不能改变 这个世界永远不会改变 所有的人只能与时成福 一点都不会改变的 要感动人心 你要记住 只有真才能感动人心 假是感动不了人心的 这是正封信最难得的地方 我们继续看下面 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 回去看 太史公刘马走六个字到底在说什么呢 我们回到一开头跟各位解释这六个字了 太史公到底是指什么呢 有人说太史公是官民 这个话是错的 汉代有太史令而无太史公 我有文章专门在考证这个事情 就不依脸相与了 汉代只有太史令而没有太史公 说太史公是尊称也基本上也没错 但是太史公是对谁的尊称呢 如果是对父亲的尊称 注意啊 说是父亲的尊称 司马坛已经死了 说是为父亲做牛马走 第一点 未免太低 第二点 写给朋友的信里面说这个也不成体统 第二点 太史公如果是对司马迁自己的尊称 这更不合理 因为公这个东西不能用来自称 古人都明白这件事情 太史公如果既不是官称 也不是人称 那太史公到底是什么呢 对这个钱宾寺先生 就是钱穆先生 有一篇文章专门在考证这个东西 他说的特别好 太史公是书名 史记这部书原本不叫史记 史记是中国古代史书的通称 这本书的书名原本叫做太史公 古人写书常常用人名来代替书名 例如孟子 例如荀子 例如韩妃子 都是用人名代替书名 而这部书一开始的书名就是太史公 后来为了怕人误会 所以特地标上太史公书 太史公记 而后来才会演变成所谓的史记 这个书名 既然知道这本书是书称 我们就明白太史公牛马走这六个字到底在说什么 这六个字在告诉你 是为了太史公这部书 是为了太史公这部书愿意坐牛坐马狗活下去的司马迁 在扮演少金主下 为了太史公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包括生命 何况是像牛马一样狗活下去呢 这就是太史公牛马走这六个字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 在我的老师阮之仙先生的文章里头 有完整的阐述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各自去找来看 所以太史公牛马走六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们要明白 这六个字不是像传统所说的 是司马迁的自谦之词 或是司马迁的自卑之词 这六个字是司马迁的试词 也是司马迁的痛词 他的意思是为了完成太史公这部著作 像牛马一样迎人狗活的司马迁 在此恭敬地回信给您少庆主下 最后一提的是 在人世间里面有很多时候 有很多话你不知道该对谁说才好 因为你觉得不会有人懂 你真正隐藏在心中最深的心情 往往不是 你会说出来绝对不是因为某一天有一个人跟你约 几月几号我们在哪里相见你来跟我谈心事 不可能有这个事情的 你会把自己的心事真正讲出来 把自己心中最深的情感表露出来 必一定是因为你的生命遭遇到了某种特殊的时机 在那一刻突然触动你的心 让你把真心通通都说了出来 如果年纪大的同学都会有这样的生命经验 突然之间你的心门被打开了 突然之间你才把你真正的感情情述出来 而报仁绍青说面对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时机 他的好朋友仁绍青要死了 跟他的求救 他知道他不会救人绍青 可是不知道该如何下病 他要如何告诉他的好朋友 这个残酷的事实 我不能救你 我也不会救你 如何让他明白自己心中的影中 他会相信吗 他会了解吗 他能明白吗 这封信到底该怎么写 我想司马迁的心中必然经过无数的痛苦 无数的冲突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但是仁绍青快要死了 这封信不得不写 终于有一天 他决定他要回这封信 就在那一刻 他心中所有长期以来累积的这些痛苦 从受了公刑以来 没有人可以诉说的痛苦 他没有人可以讲 他只能自己对自己讲 他对自己这些话 报仁绍青疏理的这些话 他已经对自己讲了无数次了 为什么 因为不这样讲 他活不下去 他没有办法活在这样痛苦和羞辱的境遇之中 他依赖的就是他今天他对自己讲的这句话 这是他的信仰 这些话自称了他活下来 他自己对自己讲了无数次 而就在这一刻 他下笔要告诉他好朋友这些话 太史公牛马走 司马迁再拜言 他在绍青族下 立刻就在第一句 立刻行笔写了出来 他就在笔封里面 把自己真正的感情表露出来了 这就是司马前 这就是报仑绍青书 这就是史记这部书 你们真的要读史记的人 一定要懂太史公秩序和报仑绍青书 你才会知道 中国这部了不起的史书 中国这部了不起的经典著作 史记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谢谢大家